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扩展函数 也就是说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Cotlin里面的扩展函数 什么意思 Cotlin里面的扩展函数非常类似于什么 非常类似于Java脚本里面的扩展函数 也就是说 它可以通过扩展函数的方式 给Cotlin里面的内部类 包括咱们自定义类干什么 增加新的功能 或者说增加扩展的方法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那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类扩展函数 今天咱们要给一个内部类 增加一个扩展函数 那咱们看一下实在演习吧 非常的简单 怎么增加扩展函数 看这个三行代码 这三行代码干了个什么事呢 干了一个给Cotlin的内部Stream类 字符串类增加了一个ADD的函数 这函数干什么 算两个数的核 ADD加法嘛 对不对 其实有点奇怪 Stream类干什么 做这个加法的函数呢 就是给您做个演示 按理说这应该是number类 比较更合适一点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咱们看 我怎么定义 这个地方是fun 是定义函数 然后是一个Stream 是咱们内部类 点 点谁 后面跟方法名 没问题吧 在后面是跟两个参数 接下来返回值 函数返回值 整形 没问题吧 然后在大括号里面 定义函数体 因为加法很简单 就是把两个参数核进行相加 直接返回就可以 OK 那么咱们该怎么调用这个方法呢 也是不难 看啊 在咱们的闷寒数里面 咱们像正常的Stream类一样 去使用 去实力化 没问题吧 咱们做一个content 在这个字符串类 然后呢 内容是Hello Kotlin Kotlin你好 对吧 然后咱们去输出 没有问题吗 肯定能打印出来 Hello Kotlin吗 在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请看 我打印了什么 打印了一个content 这个变量实力 字符串实力里的 ATT方法的结果 ATT方法以前没有的吗 我是在这扩展定义的吗 对不对 那我呢 传了一个10 一个20 因为ATT方法是做两个参数的核 所以说这地方应该返回什么 30吗 对不对 那你就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首先第一行的log 是Hello Kotlin 没有问题吧 第二行log就打一个30 这就是它扩展的方法 使用的方式 非常的简单 好 咱们试一下 因为代码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全拷贝算了 放到咱们这个 Intellity里面 应该没有报错 那咱们运行一下 Go 大家请看 跟咱们想了一样吧 第一行的log是Hello Kotlin 我这写上了 Hello Kotlin 对不对 这儿是Hello Kotlin 第二行呢 是我调用了 Stream类型的扩展方法 ADD 传了两个变量 一个10 一个20 所以说它给它返回一个结果 30 大家请看 通过这种方式 非常简单的 就能够扩充咱们的类的功能 哇 何乐而不为呢 扩个脚本就因为有这个功能 就显得特别的强大 能干好多的事 对不对 但是咱们Kotlin 很先进 也不例外 也能够干好多的事 所以说Kotlin 今后真的是很有前途 它超各种语言 超不像话 它借鉴了各种语言的优点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语言 今后我也准备用它做安卓的应用 而且它也能够开发 服务极端的程序 真的是很不错 很有前途 最后 比如说发展到五年后 时间后怎么样 不好说 但是近两三年 肯定是比较火 好 给您扯点鲜板 好 今天就是这么多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